好 那這次的題目叫做我就懶叫程式改程式 好 那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的名字叫陳一璇 我後面的那個璇呢 我被叫錯了22年 因為每個人都會唸成璇啊 俊啊 俊瑞啊 什麼什麼的 我今天被叫錯好多次了 所以我這次直接唸出來 那個字叫做璇 OK 好 那其實我是一位程式設計師 我非常喜歡的寫前端或者是開發一些小軟體 那旁邊這邊有我的GitHub的QR Code 那有興趣的可以掃一下 好 有要掃嗎 好 看起來 有了 給你們5秒 好 那這次呢我會搭配這個我專案的網址在左邊 右邊有slido 那一樣可以掃 左邊是我的那個這次專案的原始碼 我有開源 對 那但是我的程式碼有分四個版本 那這次的專案網址是第四版的 好 一樣給各位大概幾秒鐘掃一下 還有嗎 好 看到還有 一隻 兩隻 三隻 好 那首先我的大綱 主要是動機跟版本更新 那上漲產呢其實就是我直接做測試 然後直接來做執行 但是執行不好那就再回去繼續改 那版本更新裡面還會再包括三個小綱 主要是結構整理 物件導向跟需要與thread 那我這次主要會講的就是 我在四個版本之間 到底我會怎麼樣去改變我的版本 程式碼哪邊好或是不好 我應該要來做什麼修正 再來我會把它寫成一個物件導向的這個程式架構 我到底是怎麼樣依據來做改變的 好 那我們現在講動機 那我本身呢是一個大學生的程式助教 那我每天就是幫老師改作業啊 改上級考啊 那其實改造業這種事情 我們沒有自動化的系統 其實是非常非常累的 那假設說這次的作業它有五體 那每一體我會包含五個案子 那一名學生他會有幾名案子 二十五筆 那請問如果這些案子 你要一個一個慢慢改 我會覺得很累 會把累死了 你要在那邊去除Patrick 然後轉碼 然後編譯執行 然後blahblahblah 太多了 好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需要去除Patrick 這個Patrick 就是我們的語言是Java 那如果你用的是Eucalyptus的話 它預設會把那個package的那個勾勾打勾 那在他們那邊執行 他們本身就產生一個資料夾 但是到了我這邊 我是直接去下Terminal的指令 所以我並不需要那個package 所以我需要手動的把那個那行拿掉 再來如果你是在Windows的環境下去執行的話 它的編碼 它的環境編碼是CP950 但是到了MacOS呢它會變成UTF8 兩邊要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中文的話 我這邊會全部都是亂碼 好 再來後面的編譯執行 那些都是應該比較容易清楚的 我就還要自己key輸入資料 假設說題目是1加2 我就要自己手動打1加2 然後還要自己去看它的答案是13 所以我們就要一個一個去驗證 這樣其實是非常複雜 那我們預計這樣子大概會花個20秒 如果快一點的話 好 那如果我現在呢 我前面動作做完了 我後面還有4個車子要測嗎 所以這樣子的話大概會花17秒 那我們來刷你一下 如果一名學生有那麼多車子要測 他一個人要花440秒 那如果一個班有72名學生 等於我要花8.8個小時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實際上有8.8個小時嗎 好像沒有 應該會超過 因為人會累嗎 可能10個小時 12小時 我不知道 很多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來做重點整理 裡面的做結構 看它的結構長怎麼樣 首先這是我前面3個版本的程式碼架構 也可以看到有幾個 1 2 3 4 5 6 7 大概7個方選 但是一個程式功能 它真的只有這7個方選 你覺得夠用嗎 看起來不夠用 我們剛剛提到的嘛 有2 2 Package 還有什麼東西 皮革的 還有找檔案什麼的 它只有在這麼短短的程式碼裡面呈現出來 其實好像不太夠 所以我們有這個程式區塊 如果像剛剛提到的 一個功能被塞進去裡面的話 這樣會引申出什麼問題呢 單一程式碼過度漏長 可能就會有某幾段 10幾行 100行 那麼多 再來第二個我要提到的是 變數的定義是模糊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judge answer 它裡面本身是一個三維的陣列 三維陣列裡面又包含了兩個字串 好 現在假設說我開發完了 我現在要交由我另外一個朋友來幫我做開發 那請問它會知道這個judge answer 該長什麼樣子嗎 好像不知道 對不對 我要跟它講說 它第幾個維度的 第幾個維度的 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以後要怎麼樣去做更動 其實這樣是非常複雜 它沒有一種有邏輯性的做更動 好 所以這個是 變異第一模糊 會讓後續維護變得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再來看下個例子 我這邊有個東西 第二行有個叫student result 它本身是一個dictionary 那一樣我不告訴我的朋友 那他會知道dictionary裡面有key字是哪些嗎 key的value是什麼嗎 我們都不知道 再來裡面第十行的student output也是一樣 它的這個結構我們都沒有好好做定義 所以它其實我們回覆都會非常的困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寫淋淋的例子 這個我知道你們不曉得看 因為都很長 這邊都是這個judge的原始 總共95行 我知道你們不曉得看 因為它很長 好 很長的話為什麼呢 然後我們一個一個展開來看 在judge裡面 光是judge就有95行 好 那compile裡面有20行 那gate results裡面有25啊 然後blahblahblah很多 好 我們就仔細來看judge 因為它的judge比較長 我們可以來看它哪些東西可以拆 好 第一個 這邊的話它是去處理檔案的部分 我們有規定學生的作業要叫做 就是q1.java q2.java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是把.java去掉 然後把q給去掉 所以可以得到題號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那個學生很白目 它變成學號加q1 欸 實際上就錯了嘛對不對 它就不能跑啦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這塊單一個拉出來 顯成一個function 那到時候我們要進行debug 或者是我們要進行這個黨名的 用正規化的形式去偵測的話 也可以直接比較好寫 對不對 所以這邊可以拉出來顯成一個function 再來第二個 這個if compile就是我會去編譯這個程式碼 然後去判斷它能不能執行 所以中間這邊就會有個execute 去執行它的程式碼 程式碼執行完之後呢 我會把它的結果放進這個裡面 對不對 然後最後去判斷它的這個 裡面有沒有哪些結果 最後變成最終成績 那如果它的編譯沒過的話 它就會跑出這個ce嘛對不對 很正常 但是這邊其實它也很長啊 它是不是也可以被拉出來 叫做get compile result 類似的東西對不對 我們這邊都可以把它拉出來做這種 提取的動作 讓judge的原始碼變更短 讓它的功能更單一 再下面還有一段 這個地方就是寫檔案的部分 寫檔案的部分 我們會讓每個學生都會去產生一個 它的所謂的成績報表 也就是說它哪一題錯 錯了這句什麼原因 哪邊比對錯誤 然後可能它花了幾秒 是不是超死 或者是哪邊變一錯誤 我們都會產生一個報表給它看 所以這邊其實產生報表的部分 那它卻寫在這個judge裡面 所以我們細數一下 這個judge包含哪些功能 大概可能三個五個更多嘛對不對 所以一個function裡面 包含了這麼多的功能 它是好的function嗎 好像不是 因為好的function 它其實功能越單一越好 它只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好就好 但是這個judge裡面做了好多事情 我要維護很困難 假設說我現在不想要寫檔案了 那我是不是要把這些東西怎麼註解掉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把它選成function 那我是假如註解一行就好了 對 差異就出來了 好 再來我們回來看 下個部分 這個可能有點小 這邊有個exctor 它會傳入這四個參數 這四個參數是 student file name student id 好 那前兩個就是 student的基本資料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想要 學生的更多資料 我可能需要學生的檔案路徑啊 我可能需要學生的虛擬環境路徑啊 那我是不是就要在這邊一直安插 一直安插好多個參數對不對 這樣其實不太好 因為你的這個傳入參數的可說性太小了 如果我需要更多的資訊 等於我需要更多的傳入參數 但是如果你把前面的這個student 改成了一個物件 那我只要改物件的成員 那這個exctor裡面 就可以直接從成員裡面拿直了 對不對 那後面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可以改 好 再來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student output裡面 append了一個dictionary 好長的dictionary 一樣我們的正念內容的定義是模糊的 對不對 因為我下一個開發人員 並不知道這個正念裡面包含哪些東西啊 我可能 他可能不知道有call有input output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們都不太會建議會這樣子寫 但是因為這整篇其實我 這整支程是前幾個版本 我只花了四個小時寫 所以寫成有點亂 那我就把自己拿來編 對 就把它拿來 當作一個很爛的範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來做改善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來做成物件導向 好 物件導向 我把它拆成這麼多個module 那邊大概應該是九個 那我可以把這九個呢 每一個function全部拉出來 它沒有每一個 我只是大概寫一寫而已 上半部都是function 下半部都是class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remove package 被拉出來io這邊 編碼被拉到io這邊 我的dfs檔案搜尋也在這邊 好 那我們載入題目啊 什麼的都在這邊啊 我們全部都把它提出來了 像寫檔案 學生的這個單一報表也被拉出來了 所以這個judge我們可以一想而知 它是不是就變短了 它是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變得更精簡了 它精簡到它只要judge 我們換下一頁 旁邊檢到我們這邊觸發style 它會去觸發到judge judge會產生虛擬環境 虛擬環境產生完之後 它會把學生去判每一個學生成績 那每個學生呢又會包含了五個題目 那五個題目又會再去包含了每個測字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細節全部都把它拆出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現在程式檔案卡的那一行 它到底是學生報錯還是題目報錯還是測字那樣報錯 對 就是這樣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哪個問題 因為會需要被這樣拉出來寫 也是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提到the stride的 這個執行序的部分 好 那因為我們裡面會去做執行序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一個拆開出來做 獨立的執行序來做這個分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structure 我剛剛提到了以剛剛那個student為例嘛 student的資訊那麼多 如果我需要每個都傳入 那我要寫在傳入參數嗎 好像不需要嘛對不對 我們好像只要把它寫成一個物件 然後帶這樣的形式 到時候我只要stu.id.什麼什麼什麼 它成果就出來了 我們要的資訊就很快地在這邊來做呈現 那resource也是一樣 我們學生的成果 我們只要把它寫成class 傳入進去之後 成果全部都進去了 我們只要 假設說我可能只需要 它的最終的是ac還是wa 我們可能就只要它的這個 呃 哪一個 忘記了 隨便 它的這個成果都在裡面 好 下一個 我們會提到的是 這個shel還有thread 好 那shel的部分 我會講比較快 因為它沒有什麼難度 好 那 有學過java的話 我們應該都會知道這個java c 這個c代表是compile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我去編譯java的檔案 好 那編譯完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個東西叫q1.x的bycode 那這個bycode它就是一種 呃 怎麼講 它是一個類似租語的東西 反正它就是可以在任何環境裡面去做執行 好 那執行完之後 我這邊就會做測值的注入跟執行 那eco1加2字串 一槓 代表的是我會把eco的這個1加2字串 當作右邊的輸入 所以它會把左邊擋 往右塞 所以它會把這個java的執行的東西 呃 吃 把它1加2吃進去 所以1加2它就會變成這個java的input 這邊應該可以理解 好 那弄完之後呢 show的部分覺得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它用到的很少 接下來我們要提到的是執行序 執行序的話 我們可以把每一條直線 每個箭頭都當作一個人 假設說我們現在只有一個人 那你要做完一件事情 你才可以做下一件事情 你做完之後就下一件事情 所以它在同一個時間 它做完了四件事情 沒錯 好 那如果現在是多執行序 多執行序就代表說 我現在有好多功能在幫我做 但是好多功能在做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能量的消耗 因為你CPU總是不可能開那麼多條線 相當不會損耗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假設說我現在開三條線 我開三條線 但是它的每一次原本可以做四個 它現在變成了三個 可是它開了三條路 所以它全部做了九件事情 但是我的單執行序只做了四件事情 所以多執行序可以讓你的執行速度 執行的效率變得更好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這個版本差異會這麼這麼的大 我前三個版本沒有拉到執行序 但是到了第四個版本可以看到它只花兩分鐘 前面卻花快四十分鐘耶 執行序是不是很厲害 是因為它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分 同一件事情都是把它在同一時間攤平來做 但是如果它是單執行序的話 它就必須一層一層一層的 這樣子做堆疊的來執行 所以它花的時間就會相對的來長很多 但是它速度慢其實並不是只有執行序的問題 還有一個非常多人會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 來各位看一下這段程式嘛 會覺得它非常的眼熟 甚至是你在初學的時候會寫出來的東西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無限迴圈對不對 看到有人在笑 它無限迴圈了 因為我在改作業的時候 假設說它可能只是要做加種 它可能只是要硬星星 那你去執行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星星一直在跑 一直硬 一直跑 一直硬 它都永遠不會停喔 一直硬喔 那程式嘛會不會停 不會 因為它的那個哀永遠不會變 對不對 那或者是假如說 我現在想要做遞毀 那遞毀它是不是可能邊界沒有設定好 它就會無限的堆疊 無限的呼叫 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樣程式嘛 它其實是不會停的 好 那我來解釋一下 這是我 這新版 這是第四版的 它 第四版嗎 對不對 這是第三版的 它的程式嘛大概長這樣子 我先解釋一下 好 我們這邊呢有一個Sub process 然後這邊有個CMD CMD CMD就是潛入剛剛那個Echo blahblahblah Java什麼什麼的那個東西 執行Java的語法 然後 下面可以這邊給我看 我們直接看這邊 process的communicate timeout 好 這邊就代表的是我程式碼 直接去進行 執行 做互動執行 然後我設定了一個時間 假設說是5秒好了 好 所以程式碼開始執行囉 執行了5秒囉 好 它無限回去它會跑完嗎 不會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會彈要 那它要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丟出一個except 然後彈要這個 所以呢我們可以 可以就是知道說 它時間超過了 那我一定就要把這個程式碼 kill掉嘛對不對 好 現在就發生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我們先來看正常的 這個mainpython 它 呃 我講一下 這個mainpython就是你 原本在跑的那個環境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呢 開出了一個subprocess來跑 ok 好 這個也合情合理嘛 再來 我的subprocess去執行了Java的程式 對 Java的指令 所以現在又開出了一個Java來跑 對不對 好 假設說 這是正常的情況下 Java它正常的被結束了 它可能正常的 可能我輸入1加2 它正常的輸入輸出3了 對不對 那它應該就會結束之後回到subprocess 然後subprocess又會被結束 這是立場的情況 好 但是不正常的情況下 就長得像這樣子 我kill掉的其實是subprocess 但是這個Java它還在背景跑 這個情況我花了一些時間去找 早不容易找到了 因為我發現我執行序 剛剛提到嘛 一個學生有25個測值 所以我的背景後台 改了好幾個學生 發現我的後台 有將近100多個Java的執行訓練跑 然後佔滿了100%的CPU 反正為什麼我電腦越跑越慢 然後都是Java在卡我的CPU 我現在終於找到原因了 就是因為這個Java它會背景在跑 但是它其實kill掉的是這一個 好 所以到這個時候我是怎麼改的呢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好 這段非常的短就可以很輕鬆 我拿到了這個processID嘛PID 然後我直接去拿它的所有衍生出來的child 拿出來之後我把一個一個kill掉 把他孩子全部砍掉 對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花了一點時間 終於找出來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那kill掉他孩子之後 爸爸也 他的這個主要的節點 我也是自動把他kill掉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程式碼還有處理方案的部分 那現在可以給各位的看一下 我程式碼的執行結果 其實前面那個星星是為了個資問題 所以把他碼掉 然後他程式碼執行就像這樣子 有一個進度條 然後會給大家慢慢跑 好 這邊大概一分鐘啦 一分鐘就改完了 好 改完了 他大概只花了57秒 這邊大概40個人到50個人 所以你們會發現 他時間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短 好 那學生呢 他也會產生一個所謂的成績報表 那這個成績報表是測試用的 所以他全部都是AC 他會產生一個 這邊有個testID 然後這個固定欄位 這些都是直接存手供應出來 他不是模板 他是直接用python印的 然後這個也是 好 那下一個他也會產生 他每一個學生 他是公開測資 然後花了幾秒鐘 然後我imput是什麼 我的upput 答案是什麼 學生的upput是什麼 組織之類的樣子 好 那我們進到QA的部分 有人想要問問題嗎 難怪OS教授一直鼓勵墮胎 不能聽好像很卡 這個我有點不太懂堕胎 你是要砍掉什麼東西 對啊 你們現在看不到這個畫面 等我動一下 現在時間還很多啦 還有快20分鐘 我好像講太快了 好 好 我懂了 QA process 就是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去砍後台 像如果你要在打law的話 有時候law會 就是纏出一些有的沒的的 那種process 那我會把它砍掉 因為它也是蠻卡的 好 為什麼不開個動教 因為我們學校沒有那個環境要開 就是我們學校的考試環境就是 一整排的電腦 然後學生就坐在那邊 然後開Eclipse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檔案上傳的server 然後學生就要把你的環境的目錄 壓縮成一個壓縮檔 然後上傳到那個檔案server 然後助教再拿那個隨身碟 把那個檔案全部放進那個隨身碟裡面 然後再輪到我們助教手上 然後再一個一個改 所以沒有動家局 好 像CP或APCS的檢定批改也是類似的摩集嗎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他們沒有開源 但是可不可以用這樣的邏輯去寫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最近也有在寫類似的 就是線上閱券系統 那我會開一個server 然後開一個queue 就是我每接收到一個request的時候 我就會去把它做執行 然後最後再response到那個網頁端 然後甚至是一部分就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它CP或APCS可能也是類似的 但是它支援多語言 所以它的複雜度可能會更高 好 好像 我這邊還有 USBJUG 好 記憶體限制嗎 目前沒有 因為我好像沒有做 因為通常我們學校的題目都是偏簡單的 就是它不會像 可能記憶體限制1KB這樣子 我們學校的題目非常簡單 可能就是1控格加控格2 或者是1控格2控格加 類似這樣的題目 它沒有複雜到 我輸了的字串有100行之類的 它不會像這樣子 去限制你的記憶體 或者是它用地毀去跑很多演算法 所以我們其實就不會有記憶體上面的限制 好 這種做法 算怎樣 我再看 person class resource and important 不太有data class data class我好像沒有用過 這個 這我就不清楚了 好 那為什麼APCS要後測 APCS要後測 這個 可能是跑按測嗎 我不確定 以前有考過APCS 但是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它的運作我不太了解 對 不好意思 然後這種做法和 這個我就沒看過 這個我也沒看過 Jackins Jackins是什麼 好 就不好意思 Jackins我沒聽過 好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不用Continue 是嗎 Continue 我不會唸 這個我也沒聽過 對 不好意思 我有點 我有點弱 所以有些詞我真的沒聽過 好 如果不多機體限制的話 學生locate 會不會當掉 目前我們學校是用Java 所以Java是 不會像C語言有那種 allow code那種 去要機體的方法 通常是這樣 所以我們 不用去擔心機體會不會炸掉 對 但是如果它換語言的話 就會炸掉了 好 然後 為什麼有CP 後測 CP後測就是 前測的話 可能就是測比較少的資料 就是可能測較少 然後 後面就是設計大的 應該是這樣 因為剛剛好像講過 對 然後 APCS人太多幾十話 師大會炸掉 這個也是 說到這個 就是我想到我之前考CP的時候 CP它也是炸掉 就是 它那天晚上 炸了快要四五次 然後我 成績也送不出去 對 它可能也是一樣的原理 就是 設計會炸掉 好 還有問題嗎 會有資産的問題嗎 透過擋名來 置入需要的部分 或者是 網路把測資送走 目前 沒有 擋名的問題 我會用 我最新版的 我可以開 開 call 給各位看 等我一下 在哪裡咧 我找找看 就是 我也忘記它在哪邊 它 search file 好 我這邊用的是這個啦 正規表達式 我這邊用的是這個re代表的是正規表達式 所以 如果 你的檔名有出問題的話 它其實 就是 它沒有按照規則走 它不符合規範的話 它其實 就 不符合 給我 找找你 就是 我們 什麽 讓它 什麽 開始 看 一些 水 英雄《宗 Zen》 字幕主席 永涯 姐夫 集團 內男主席 м 雖然 尖ose 呵呵呵 啊 會在幹嘛 聽妳是CIP 喔 好 知道了 媽媽好入學 我們還有十分鐘去媽媽好 可以順便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整理過後長的樣子 最後他要拉出一個Java 剛剛沒有提到的 這邊 就是執行Java的部分 然後機器隊長差不多 然後CMD這邊直接呼叫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Share的部分 好 還有問題嗎 改作業時間會花很多 會花很多時間嗎 會啊 如果 我想一下喔 如果老師的題目他有固定的測知 就是他有固定的輸入跟固定的輸出的話 我可以用我的系統改 但是如果他的老師沒有特別的規定說 我的輸出一定要是 某幾個數字一行 然後控幾個的話 那我的這個程式就沒有辦法判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歸到 回歸到這個 我們來翻一下 我給我倒一下他好笑 這個 我們就要回歸到這裡喔 一個一個來做 我改作業就這麼麻煩 對 如果你的輸入輸出不是固定的話 我就要這八個步驟也給慢慢跑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每次改作業都改得快睡著了 對 所以他只有考試的時候我可以用這個 這個方法做 因為考試我們會有固定的輸入跟輸出 但是出作業不會 出作業不會 所以就一個一個看 所以我看到也很花 好 簡報是怎麼做 動畫很漂亮 好 是你們這邊的嗎 好 那我等一下跟你們講一下好了 這邊 假設說 呃 這個部分的動畫 好 像這樣子移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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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這三頁東西放好 然後上面的這邊轉場選擇轉化 也就好了 所以你其實不用什麼太複雜 你只要把東西擺一擺然後按轉化 它就幫你跑好了 就像這樣子 好 非常的簡單 好 好 好 那 這個我留一下 欸 Pitch 拿放 喔 不對 應該是留到這邊 好 這我覺得自己看 好 Mac自帶什麼東西 喔有啊 Mac自帶的叫 叫Keynote 但是我沒有很想要用 因為用不習慣 好 PowerPoint Continue 喔 好 那我也知道 學長有報告過嗎 有啊 那時候我在做畢業專題的時候 那我去年 去年是21年吧 21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 大 不是不是 大 三 下 我 我想一下要幹嘛 那時候我在寫科技部計畫 然後又要寫一篇論文 然後又有科技部計畫結案 然後又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來著 學校的一個內部計畫 然後又有一場全國比賽 然後9月又一場論文 然後10月在一場 畢業專題的二口 然後12月在一場 某個計畫的結案報告 成果報告 然後12月底再一場 畢業專題報告 所以那一整年 我都在報竿 我幾乎每天都是三點才睡覺 然後七天起床 對 然後在 嗯 剩下時間都在實驗室裡面 這樣應該也算報竿吧 就是每天都很忙 都在看PayPal啊寫Call啊 然後做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睡覺什麼的就是沒什麼在睡 然後一天可能就只吃一餐 沒打擾 可是我體重沒有變重欸 我好奇怪喔 時間內根本 時間內根本集不完 這是什麼意思 Slider如果可以放途 好 有玩過 有自動大地遊戲機器人嗎 嗯 大地遊戲喔 這我倒是沒想過 說不定可以寫 你做大地遊戲是類似哪種大地遊戲 可以舉個例子嗎 欸 我之前好像有想要寫過那個 那個叫什麼來著 狼人殺 就是因為狼人殺有一個人要當那個 那個要講話那叫什麼來著 好 忘了 反正就是有人要講話嘛 然後我就想說要不要寫一個 就是讓他自己講 然後用影像辨識 偵測誰 張開眼睛 然後記錄他的編號 然後便是他講了什麼話什麼的 對 攤位極拼圖 這個 這我倒是不知道欸 好 好 還有嗎 因為現在還有六分鐘 登登登 C-Con活動 我知道有個集評圖 好像是程式碼吧 你說要自動去填那個程式碼嗎 我想還沒有跑湯圍過耶 我等一下可能會去跑一下 之後還有什麼想做的嗎 喔 說這個 我現在倒是沒想法 我現在每天都在看PayPal 我覺得好煩喔 因為我現在是獸醫啦 所以我已經每天都在看PayPal 看到眼睛快亂掉了 AMD送飲料 現在還有嗎 1點20咧 還有飲料嗎 沒有 我現在也不能喝飲料 我要借躺 因為我最近肚子有點肥大 好啦 那先這樣吧 專題題目嗎 我專題題目 我可以開這給你們看 我看一下我桌面有沒有 好 這邊應該被我丟掉了 讓我找一下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 畢業專題 他可能要跑一下 我畢業專題是做居家健身的輔助系統 就是 他好像錯過來了 就是 我們 每個人要去健身的時候 可能會有動作不精確的問題存在 那 我的部分就是去把 動作去做校正 我直接開我的PayPal 好像也可以 反正我PayPal已經發表過了 所以 可以直接丟 這個 好 反正就是 我們的系統就是類似長這樣 就是 他會幫你做 資料 就是 他會判斷我的動作 跟影像動作有沒有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他會這邊有紅色來做表示 對 這是我的畢業專題 那這個專題也寫成一篇Paper 發表出去了 對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有沒有這一篇 對 叫做 用OpenPose 對 這是我大學寫的 對 好 好 好 那還有問題嗎 好應該沒有了 好那先這樣 還有一個 set project 找到自己的興趣 單純 單純看我那天心情好不好 想寫就是寫什麼 可以走嗎 拜拜 慢走不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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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